五點四號位的角色 Inside Out 全運中在虎頂的三分外線去 最便比分 Ladies and Gentlemen 在最後一席的收藏門票是由成功高中獲得 台北心理動物體育館紅拐的現場 很開心我們第一個能再破孝時紀錄 這個當然就是大家的努力都有收穫 練那麼久然後也註笑那麼久 然後別人讀書變得好 然後進來也可以打到就是十二強 就覺得我們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練球時間像現在集訓期就是 早上我們就是五點半起來 然後六點開始做熱身 然後開始做訓練 然後大概到八點 今年會在八點以前做完 然後就進教室上課 然後教練原則上會是以學校的課為優先 就是課要上完才出來練球 練完球通常就是洗澡洗衣服 然後吃飯 然後可能會滑一下手機 然後就開始就讀書 然後讀書教練是說到十一點 然後如果自己有需要 會再增加自己的時間 這樣 我在新華高工嘛 那時候也沒有體育班 所以我們就是跟著一般的班級 上課然後下課才開始訓練 但早上有成長 對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就會深深影響到我 這樣的上課模式 對可以 無形中去建立我在學課方面 就是要去逼自己去念書啊 或者是班上的一個風氣啊 所以我就會秉持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來教導現在的小朋友 因為我覺得就是未來的環境啊 就是你書本還是很重要的 你要最基本的一個讀書的能力 你未來才有競爭力 像國中打球的時候 就是練完球嘛 你那時候也不會去想碰球 你也沒有那個習慣 不會想碰球 然後就回到家 就會感覺很浪費時間 到高中以來 就是你有兩邊 就是你打完球就是要念書 所以你的時間就很緊湊 你就不會想去做其他玩樂的事情 然後就是 因為讀書其實是 觀念到打就是可以多思考 在場上 你可以利用到場上可以多變化 多變化去看 觀察對手有什麼樣 然後自己去做變化 高一那時候很幸運就是 能就是一開始就跟到 報導聯賽名單 所以那個訓練量練下去 其實一開始就是 晚上在讀書的時候 很容易就打瞌睡 被那時候高三隊長 就是現在學長 郭雪鴻 那時候一直被他念 被他罵 被他罵 然後但是 時間經過一年 經歷之後習慣了 所以就後面開始就可以直接 慢慢去調配自己 剩下的讀書時間 像國外嘛 就是要 成績要有一定的那個 一定的標準才能去打球 但就是台灣 就是我們要像那些 就是 籃球也是打不錯 去學習 國外去學習 所以這樣講這樣就 就很有道理 我自己認為啦 就是我們 他們給我的回饋 就是 就是這幾年 就是 我來成功高中到這幾年 他們到 從高中端到大學的 考試 像是包含學校 考上的學校 國立大學 其實讓我覺得還蠻欣慰的 因為蠻多 校友 都考上好幾間 不錯的國立大學 所以我就覺得 他們這 進來這三年 對 是值得的 對喔 所以形成了一個 在這個浴賽喔 今年很重要就是 我們往年 就是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板凳深度不夠 但是今年 大家 就是上來 每個都能打 所以說 就會比較分擔 我們先發的壓力 因為我們已經 過一小時嘛 然後 就進行去享受 這幾場 剩五到七場的比賽 去想 搞不好 會讓我摸到 一張八場門票 面對 一些傳統 強隊 其實我們是沒有壓力的 對阿 我講真的 我們是沒有壓力的 我們 就是 能拼 就盡量拼 但是我們每一場都不放棄 對 就是 把每一場當作最後一場去打 對 把握上場的機會 對 把握上場的機會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